一起再做一些 加一段文字的說明 這樣閱讀起來 可能會比較方便方向 好 其實我還沒有進入訊問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麻煩到時候也根據我的意見 再進行其他一個修正的 不斷導線開始投票 那在投票的同時也宣讀一下 我們招致誰案3的補充結果 誰案3 只要市民補給 梅洋路13號電路修復子三任計劃案 答案我們總人數23人 合理人數1人出席為17人 余判數5人出席 余判數5人出席 出席為17人同意 民人不同意 國異人數達出席為不辦數 故本案決議可能修復子三任計劃 如果忘記誰案3的報告 審議案5 歷史建築 安息街21項1號 修復子再利用計劃案提新審議 案有 案有歷史建築 安息街21項1號 修復子再利用計劃案提新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24、30條 以及修復子再利用辦法 第13、19條案 大理行程 1、本案於112年5月31日 公告登陸 安息街21項1號為遺史建築 2、本案起所有全能委託 加急政策師事務所辦 修復子再利用計劃 等於112年11月7日 召開副審會 會議結論修正或書審 113年4月24日 去請委員書面審查 本案於113年6月6日 提送修正版報告過局 113年6月17日 同意本案辦理書明會後 續送文字會審議 3、本案於113年6月21日 辦理書明會 再為公告 建物現況 建物現況 明白 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查 並依審查決議辦理後續 接下來請建築書 我們進行的檢報 本案的授權陳寗先生 列席 要理大旗艦由師事務所來 進行的檢報 謝謝 主行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呂大旗艦由師 那接下來進行今天的檢報 下一頁 那本案的這個登錄的這個理由 最主要是本案位於大道城的 這個傳統的這個街區項目 那本案過去就一直作為民宅使用 然後呢 就現場的這個保存的這個狀況 非常的這個完整 包括紅磚 門窗 室內 隔間跟這個地理 還有那個騎禮案子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案子是在1922年的時候 在首次登記是木造瓦器 那在1922年到1946年間 曾經修建 就增建為二層樓 那目前是一凱一進的一個格局 那它的位置是在這個安溪街的這個巷樓 那這邊是宜化街 那安溪街目前來講的話 也是無法去積極推動的一個重點的 大道城的一個保存的區塊項目 那周邊的話其實它發展得非常早 它在清代的時候 安溪街這邊它就已經是一個發展 它的繁榮程度其實不下於花街 那這個是1900年初的世界感染的這個地理 那這個是本案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是1920年的這個地理 那這個是1991年的寒兆墓 那最大的就是灰水公園的這個大廠公園的一個開闢 那這個是周邊的這個建築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安溪街這個一巷的 有一間那個清代的一個明南市建築 那其他部分大部分就是屬於仰樓市的一個建築 這是周邊區域的建築線畫 好 下一頁 那在建築的這個原格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這個 這一個是日本時代的測量成果圖 那前面這個是有一個小的棋樓 在這邊有一個小的棋樓 那是一個摸製型的還有兩個過水 那現況只有這個後面增建了一個 後期增建的一個住房 那整個的空間的這個格局的內部空間 都保持的非常完整 下一頁 那在建築特色的部分 包括了它的這個一樓的這個地面 是有傳統的這個一門二船的這個形式 那這個是室內的散步物件 那這邊有牆壁的這個棋樓 棋樓埃石 下一個 那這個是門窗的這個部分 那二樓的部分的屋面景 感覺於這個土壁 那原天景的部分 中間 廚房空間 那這個部分都會在這一次修在利亞屋面 幫它重新 如果我們會採除 然後有一個部分會形容 下一頁 所以在整個修復原則的部分 大概依照文治法第24條 依原有形貿風法的這個修復的部分 就包括了我們的這個地面 到我們會恢復原有正利面的一門二船的一個完整性 因為它後期為了二樓另外一個出口 它把樓梯做出來直接上去 那大墓構建也會把衣原有形貌風法 然後天井 那屋面會重新做整修 那同時會用現代科技工法 包括了結構木槍 然後防水工程 防廠工程等等 下一頁 那這個是左邊這邊是未來修復後的這個正利面 那背利面就是背利面跟這個面 那最主要是在這個樓梯原來是從外面就直通到二樓 那這一次就把原來的這個窗戶規覆了 樓梯改成從內側進來 下一頁 那這個是樓板的這個墓原行 那這個是無價的修復所 下一頁 那整個的工程的修復級佔用預算是1321萬9034元的這個工程預算 那本案的在應用計畫的部分 那在審查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跨局跟委員這一邊有建議說 是不是我們來做未來做 等於做民宿 但是因為在台北市裡面它沒有民宿這樣 所以因為我們剛好又是歷史建築 所以我們目前是用一般旅館 那這個部分業主也覺得非常的同意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雖然只有三個房間 因為這個房子其實很小 就只有三個房間 那最主要是說 它從清代一直到現在就是作為民宅 那我們也可以讓入住的旅客來體驗 大道場的傳統民宅的這個建築空間 所以未來我們後續會提出因應計畫 來排除相關的這個旅館的設置的一個規定 那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它旅館一般來講 它要面臨8公尺 它屬於特種建築要面臨8公尺的這個計畫道路 那本案的部分它因為是傳統的那種巷弄 它大概就3米左右的一個巷弄 只是它是在街頭 它其實走出來就到了 在席街了 那以上是這個案子的說明 謝謝 謝謝李修師的報告 那在場有沒有委員要進入詢問的部分 先請 這個八字字葉的表一 有的是叫兩端道 那底下的那個二端 又叫做二端道二端道 一個就要講說 一個端道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系統 這從一個點號的照片 還有我們報告裡面的 整次的這些 那些這個註解 看起來是用專照 所以這個部分 他們表明在人專照中有些不一樣 謝謝 沒有啊 好 對 麻煩修就好 用專照 謝謝委員的意思交代 再還有其他委員要詢問的 或是要 是 來請學委員 是 剛剛那天堅持有提到 這個地方 我們一起用 他用什麼 因為 他每天都會很厚 那他說只有三個 你要做什麼 他就沒有 他也是 沒有做到什麼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去 那 同樣的 在安西街 那是 最後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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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如果 同樣的 在 那 那 同樣的 是 三上 我們 去看他 阿佩 阿佩 那個 他那個 家裡有十幾個 三十幾個 十幾個 可是 我們 問他有沒有 醫院 他做過 他是沒有醫院 他就在提花 結果 他有肚子 沒辦法重現 可是他說 他現在的 是一個民宿 他已經 收入一個 人人 要不要在乎 要不要在乎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有錢在地上 他的安靜期 還夠好錢 還是沒有錢 所以我們再看過去幾間 有華爾蘭遺憾的擁有的 當時神佛他擁有的 有大約四五間 這四五間比這兩棟還要第1代 這是第一代 安息階第一代的建築 但現在都沒有神佛 所以既然安息階在一個儀化界 我們去辦理室內 事實上我們最後 安息階的建築 願意有機會好好去做一個審視 我們想跟他 謝謝 謝謝 那宣文部分分兩個部分 但是第一個是對我們這個大道成 現在就有關延伸到安息階這一部分 我們的話隨便再看看 再來比較積極的來看看 有比較是聚落性的 這樣的一個保存的部分 那另外一點的話 可能要跟理基督師註明的 其實他也是實在可以申請的事 只是要有法規 也要跟官傳群問一下 那當然是實在 因為其實在歷史現場之中 他是有參觀規律的 但是那個細節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也許可以透過文化學 再來跟官傳群大家做一下討論 好不好 謝謝 因為服務服務的訪問我是 那你不要再進步 但是是可以申請民宿 是有民宿的 謝謝 這樣 我也蠻好奇 也蠻疑出過的 是說我們請局內 覺得也有個區域的時候 確認一下 就是說 因為他第一個 如果是照副市長 剛剛說的說法是可以有民宿 可是這個證明他就有機器 他能不能夠轉換成民宿 那第二個就是說 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這個文化制裁 有沒有一種體驗的方式 可以有一種體驗式的方式 或是所謂的一般民宿 我想中間有沒有什麼相關 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下 還說現在一個局長 就跟你們就也知道說 相關的法規 因為就目前的了解 民宿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民宿的法規在這個文章裡面 應該沒有問題 對 民宿確實 民宿確實他的那個資格 都能夠擔住要超越民宿 所以民宿這個主機或是 是不是在這裏面 好 那我可以先 的確是可以的 對 我剛剛也在王宏床 確認要關傳局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只是說他在 所以他的相關細節規定 就麻煩文化局再卸助一下 就因為我想中間我們也樂於見到 這去年五月才指定這麼快的時間 我們今天就做修復戰的計劃 那我們就來文化全協 協助讓後續可能關傳局 當然來作業法規上面 或規定上面的一個詢問 好 那其他部分 也沒有要進一步在 在跟這邊做討論的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口調 好 在投票的同時 我們宣讀下選案4 只要市定補期 龍甲青山公修復及載入計劃案 來委員總人署23人 和地人數零元 初期委員17人 余辦事委員出席 初期委員17人同意 零人不同意 和元素達初期委員過半數 不排決於同意 修復及載入計劃所長過 好 謝謝 所以再來的部分 就可以進到迴避案 這樣迴避案 所以是不是再來 就麻煩你賢老或委員 又來當迴避案主席 好 那就不好意思 那些的委員量比較多 要告這位委員很多辛苦 那我們就先告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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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 好 我們繼續跟學習建立 第六案 審議案是南港瓶蓋工廠 沈一案6 地史建築南港瓶蓋工廠 修復及再用計劃案以及審議 依據文化制裁保分法 第二次三十條圖及修復及再用辦法第十三十九條 辦理情形一 本案於104年4月29號 公道登陸南港瓶蓋工廠為本市歷史建築 後應土地分配權益變更登記及修正本案 硬化工廠依通建物面積 分別於105年10月26日 107年1月24日辦理本案公道變更 二 本案系管理單位本府產業發展局委託 區域建建組織事事務所辦理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本局112年5月25日邀集 米副國委員 劉淑英委員 王維桌委員及王粉撞委員 照拍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修正後復審 去112年9月4日邀集 米副國委員 劉淑英委員 王維桌委員及王粉撞委員 照拍副審會議結論修正後復審 去113年2月7日邀集同一批委員 照拍副審會議結論修正後復審 本部產發局113年4月11日 提供修正版報告出過局 本局去113年4月12日 團行委員出面審查 113年5月2日 同意本案續同文資會審議 是本案以112年1月13日 辦理修復期待利用計畫說明會 這是本案的公告 本案的保存範圍 那這是建物照片 米飯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查 定義審查決定辦理過去 以上 謝謝宣徒 再來請事務所做檢驗的報告 各位委員 我們這個案子 不是這個案子的主持人 本案原來曾經經過 當初登錄的時候 是發動一件紅色的 包含鋼燒跟紅紅洞 還有一洞是保留電路 千萬多 他的意義是 就是南海平洋工廠 一直在審道圓縣的 來近代工廠 包含鋼燒跟台北酒廠 台北酒廠 我們的位置在這邊 那這附近有非常多的工廠 那當初從日升到2020年 常遇整個發展力 創始的時期 就是對運動 就是按照這個 日文時代1945年 航道圖 然後到 負酸瓶蓋工廠的時期 就是1947 1947到1956 就是增加了這個 綠色的這幾棟 我們到1956到1967 就擴張起增加這個 藍色的這幾棟 那後來到1967到1980 就是有點紫色的這幾棟 那到1980到1994 就簽長 然後就是拆除一些藏法 那一直到轉型期 就是2015到現在 跟保存證 這些一棟 那行中最主要的就是 鋼燒 跟這個機動 曾經做了一次簽引計畫 因為這個機動 當初被計畫道路通過 所以這邊拆除掉以後 把這個山廠統合進來 這個之前就是前階段的工程做過 另外鋼燒 因為位在計畫道路上 也遷移到這個藍 那麼2018到2020 有一個全面的修復工程的開發力 那麼整修了鋼燒 鋼燒是基本的清理工作 然後整修了這幾棟 那目前他不同的時期用不同的顏色調達 這個紅色的部分是日治 日治時期 然後這個1967以前 是這一棟 然後到這個1980以前 就是再三棟 那他的構造方式就是 基本上後期的是RC結構 早期的是 屋架是木結構 那這個木結構的 COS是洋蔥屋架 譬如說A2洞 然後M洞是戰後的 那他是用均克式的航架 航空洞他 他用玉製的這個韓管來做 這後期做的 那麼整體他剛出近代化的那個工業生產 有一個一貫作業的痕跡 這個工業痕跡還佔 那麼保留在I-Done裡面 X-Done、I-Done都有 煙囪、通風設備 目前修復完以後 這個痕跡都保留 但是設備已經很不斷 那麼原登錄理由像這樣 我們在研究以後呢 就是按照這個歷史價值 藝術價值跟科學價值 做了政府的建議 那麼這一次就是有兩個部分 兩個課題 第一就是我們原登錄的土地範圍是 578 是紅色這個範圍 但是我們現在防空洞的位置 坐落在575這個地號 這個575是屬於中華電信的 目前他們有蓋新在大陸 那麼跟中華電信有協商過 他們同意呢 就是增加原公告土地範圍 就是納入防空洞所在的這個 5751號 但是不是全部就是標一個部分 就在這裡 那麼所以 那第二個是 原文化資產公告呢 沒有包含A1洞 A1洞寫成保留建築 那麼建議呢 這個把保留建築呢 把它 把它名稱 就是標定為在利用標設施 就是 因為保留建築的文化資產 這個保存法裡面 並沒有 沒有他的身份 來 那麼所以 基本上我們一一原有 其貿工法修復 在前階段的修復 2020年呢 開始有移運的狀況 那麼所以 針對防空洞上階段 並沒有修復 那麼 其實做了調查以後 就是他修復情形狂面塗 以及他的現況修復 修復方向 都能列明出來 那同時 上階段的 在文化局審查的時候 我已經有提到 希望把修復執照 意思節奏展示是 要 比較完整的 列入一個空間 就是在這個樣子測的位置 目前經過討論以後 跟台灣的討論 在逼動這個位置是可以 那另外就是 因為本案是 就是以前是工廠 工業移植 所以呢 前階段 再利用的話呢 產發局有提到 這個要做 文化產業分辨 一定要有文化產業 那當然 展出來的作品 或者是產品 可以作為創意市集 那當然 多元化的展覽活動 活動設施 局部的餐飲設施 都可以多元化的標定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幾棟 還有 這個比較是 這個 木結構的物價的部分 就是做展示 展授 以及這個 修復的展示 新結構的話 我們就做比較多元化的使用 還是比較大的 防空洞 在這次也列入 修復經費呢 就是 防空洞的修復經費 鋼燒本體的修復工程 以及這個 防空洞周邊的檢觀工程 已經列入它的預算 那已經天晚完成了 來 以上 請問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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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再來是 這個 雲臺工廠 我們委員發問 來 你關你這個報告的配合 你建議這邊做得非常仔細 不過這個專業的兼職 我覺得很配合 特別要提出來 因為在廠發局在審查的時候 竟然要求要做鋼筋的抗爭試驗 那你這個股氣意見 這個在柱子裡面 或柱子裡面 它連發出來 所以 但是建築師呢 是有堅持的 他說我就用科技學長去 做什麼堅據的調查 那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值得嘉許 不過你在報告裡面 雖然有審查的時候 有堅持 專業的堅持 但是你在那個報告的 四支四支一頁開始 不管是專心取樣 不管是這個 開挖的一個小小的洞 來量測那個 康間的尺寸跟間距 所以又跟你這個原來堅持的地方 也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是這邊的建議 我覺得以後 凡是文字夠到了 盡量不要去做專心 你可以用做綠列達 或是高音波 或是我們叫做 非破壞性檢測的方法 都可以達到一樣的目的 所以以後 盡量的都不要再去做專心 來破壞結果體 那相關的這個照片 盡量的還是 就是專心需要 還有這個鋼筋的鑑具 也不要再去打動 這個以上的建議 謝謝 好 謝謝詹老師的提醒 這個盡量不要去惹 你的原來的材料 或不照 或者這個是議案的統整 其他委員呢 各位要請請各位委員 好如果沒有議會 請各位委員高票 好 審議案7 直轄市令5G臺堂台北商戶5G女生变更 定屬主義範圍即使命理募修正案一直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號 主義範圍即使命理勢審查辦法判理領行 本部一座12年9月23日公告主義開防台北商戶為直下 並作主義範圍為本市萬華區華湯亂三條 放575、575、115、575、1215、575、4315、675、1315、765、1315、765、1315、1622P等 主義範圍為本市 不是566P號是本市所有 以及台灣行業独陣有限公司所有 建屋堅號A洞倉庫為同小段625堅號 B洞倉庫為同小段624堅號 西洞倉庫為同小段860堅號 管理單位A洞倉庫為本局出發堂科 B洞倉庫為小劇場 西洞倉庫為貝殼放大股份有限公司 本案直轄市令古蹟台唐台北倉庫 立動倉庫由小劇場 以110年4月提供修復期在利用計劃 以及西洞倉庫持有貝殼放大股份有限公司 在110年5月提供修復期在利用計劃 分別經程審議為136次與140次 會議審查通過 後續有本局辦理A洞倉庫 修復期在利用計劃